获得金牌数量最多的运动员邹凯 他是获得了五块金牌 预赛当中排名第二 当时他是全场最高难度 我们来看一下邹凯的表现 直体后空翻两周转体720度 谢谢 前空翻一周半前滚 团身后空翻两周转体720度结束 邹凯的这一套自由操 在这一次的亚运会的比赛当中 是非常有希望争夺到一枚金牌的选手 那么他的对手就是来自于日本的白锦圣太郎 白锦圣太郎将在第四位上场 那名选手在预赛的难度不如邹凯 但是呢完成分比较高一些 所以最后以0.1分领先 排在了资格赛第一名 直体后空翻转体900 前空翻转体5004的连接 在自由操项项目上运动员的技巧连接 如果两个达到地足以上就能获得0.2的加分 邹凯在前不久成了加 那么这今年上半年的这个训练不是特别的系统 但是这次派他来参加亚运会 他在六位小伙子当中呢 是起到了一个主心股的一个作用 因为他毕竟是一位曾经参加过了两届奥运会的老将 而这次呢 他率领的另外五个小伙子呢 之前都没有参加过太大的国际比赛 这次邹凯的对手主要是来自于日本的白锦圣太郎 他是白锦健三的哥哥 白锦健三大家非常熟悉 就是在去年的实际赛当中获得这个项目 世界冠军的来自日本的选手 那么那么白锦的也是 他们家应该是世家了 子曹世家他们的父亲是子曹教练 来看一下15.533分 难度分6.7 完成分是8.833高于他的预算 完成分是8.833分